可能這個新的法規的影響始終都有限 因為汽車行業本身就有一個發展在 但在發展的過程中 大家都見面對著芯片短缺的問題 很多世代級的車企股價都顯著受壓 包括豐田、福士、福特等等 都宣佈有一些減產的消息 正正因為疫情拖累了晶片坊的問題 今晚無論是美股、德國股市 或者今天回來我們看到 香港這邊的車股甚至是日本的車股 他們的股價都是要向下的比較多的 究竟芯片短缺的問題對車企的影響是否會繼續呢 大家要看到何時才能真正消化得到呢 我想可能有一個叫做 又不可以說空窗期 在這方面要有關的 能夠現在有一個推動 也都見到其實幾間的汽車生產商 其實他們都慢慢希望 尤其是比亞迪已經走先了一步 在這方面自己做一個研發 或者希望有一個推動 能夠做進去他們的芯片 這樣帶動了 但是真是由現在慢慢落實 可能車企自己比較積極著力做這件事 到真是就算回到內地的芯片生產商 比如中心的內地 那個量產都要有一個時間 所以我可能覺得那個閒接 都要在差不多幾個月的時間才有一個推動 但是內閣 其實一般來講 汽車的消費旺季就在下半年 如果今年來講真的閒接不到 也可能成為短期的一個真空 或者相對地推動不了 那對全營那個汽車生產商目標來講 都會打折扣 都會受到影響 這個反而對傳統 尤其是對傳統汽車生產商來講 它的影響我想足夠比較大 因此它都是量產為主 好 另外也要講一下股價走勢 因為近來見市的股壓這麼沉重 其實很多股份都失手了250天線 或者潮著250天線向下的了 藍手當中可以守到250天線的 當然市況差比較穩陣的 就有些公用股或者銀行股 但是原來還有車股 譬如吉尼、比亞迪這些 都未失250天線的 而且基本因素好像還是不錯的 吉尼之前公佈中期的核心盈利 也做得挺好 案件有三成多的升幅 集團都說晶片短缺 對它們的影響相對比較小 所以都維持全年的銷售目標 究竟看到藍籌車股 都還叫做技術上維持到 守到條250天線 是不是可以撩得過呢 這樣的市況現在當然不要相信 目前見到的情況 看大家的市況 覺得是不是還是有回落的壓力 我就覺得指數 今天都叫做走勢又再醜了一些 變成了日中的低位已經再次新低 通常在這個市況以往的 我們看到的經驗也好 最後就是一些強勢的板塊 都要面對這個考驗 當然未必跌幅那麼深 但就某程度 除非現在這一刻 大家覺得很強的感覺 市已經是見底了 這個真的是大家不同的想法 但如果還是有下行的空間 起碼現在譬如真的 這些位置再下跌 可能要到24,300至24,500 那這些車股 是不是這個防守性高呢 如果一些資金可能覺得 有一些低位可以去買 現在可能都是先護一下 或者再更多現金去應對 這個可能我覺得都不排除 所以寧願讓市況穩陣一點 或者就算現在真的完全沒有貨在手 都是用了分鑽的策略會好一點